如果你喜欢就是一些军事风 复古军事风的一些手表 或是一些飞行员军事风的手表 或是你非常钟爱这个IWC 万国的这种飞行员 好像我小刚这样子 其实我非常喜欢这种 复古的这种军事风的手表 你一定要看完我这一集影片 还是要很谢谢Reed Army Watchers 在马来西亚 因为我今天想介绍的这个牌子叫Lakko Lakko我没有错的话 在马来西亚应该只有Reed Army Watchers在带里了 而且现在都有做这个20%到30%的 这个就是7折到8折的这个折扣 这个discount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要接近这个过年 2020年新的一年来到 农历新年或是Christmas 圣诞节这些 如果你想送人家朋友 送朋友礼物 或是送自己 还是买给对方男女朋友 非常欢迎 推荐大家看我这一集影片 为这个价钱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好 我们先说一下为什么 我先说一下小刚 我本身最喜欢 就是我推荐这两款 是我本身最喜欢的两款 款式Lakko里面 Lakko这个品牌呢 我们先说一点 它一点点的历史 你会看到它的这个品牌 就是1925年所成立的 它是一个德国 就是from Germany的 一个德国的一个品牌 而且它是它的传统 就是它的历史都是在做一些 就是非常有名 在做一些就是飞行的一些手表 一些款式这样子 然后到2019年今天 它也有很高价 就是比较 那个价格比较高的一些飞行员的款式 而且也有一些比较入门的款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一个品牌跟这一种价位呢 其实非常推荐 给大家 就是去购买 因为这个 这个品牌 1925年成立到今天 2019年 历史确实非常的悠久 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蛮喜欢的 这个一个 它的一个特点 因为你一个价格 千多块 就可以买到的话 我手上这一支 买Bitco的之后才1000 我没有错 是1300左右这样子而已 但是你买到的 不是一个fashion brand 不是那些我们看的 Fossil啦 Coach啦 还是什么 MK Micro Cross 还是什么一些 你是买到一个是一个德国 一个真的是很有历史性的一个品牌 我今天手上给大家看一下 我手上最入门的这一支 也是我非常想推荐给大家 就是一个42mm的 我手上这一款 这个飞行员的款式 但你看到我们近看一下 你看到这个是自动的机型 我们先说一下规格 这个是42mm 然后夜光是采用这一种 比较就是绿色的 它是这个绿色 然后配上这个黑色的 黑框 就是它的这个指针跟纷针 是做了黑色的这个框的 就不是用那种蓝色的 然后它这个夜光是采用这个绿色的 所以你在这支飞行员的表呢 看去其实会比较 比较modern 比较现代的感觉 因为如果你喜欢比较复古的话 我等一下再介绍 这款其实42mm 非常适合这个男生 这个男生其实真的很可以佩戴 因为这支我觉得42mm 作为一个就是工具表 我们说这种休闲的这种 这个 复古军事风的手表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我最喜欢它这一种 12345678 90 11 12这一种 阿拉伯数字的这个石表 它这些index 配上这个白黑色的面盘 这里就很简单 12点钟方向就写着一个 Lakko的字样 然后下面你会看到它写着 非常非常 吸引的就是 Made in Germany这个字 它不像一些品牌说 Design in Germany 就是在别的一些国家设计 然后其实是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还是什么 都不是 这个是完全是Made in Germany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喜欢 这个品牌 虽然它是很低价格 价格是很容易入手 但是它还是有那个德国 德国表的那种质量 那个quality 这个我非常喜欢 42mm 因为它的这个 这个 识别度是非常的高 配了这个 黑色的颜色 黑底 Made Black 这种这个 这个Made Black 的这个黑色的面盘 再配上这种阿拉伯数字 而且是全部都有夜光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基金呢 这款比较入门的呢 它基金是采用这个Miotar 就是Citizen 吸铁城Miotar的这个基金 21,600平振率 然后这个动力储存 是超过40个小时 然后这个秒听的功能 手动的商链 这些都有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 有人会说 其实这个品牌 为什么你要用 这一个 这一个 有一些表友就和我说过了 就是如果你采用这些 他就说 你用到这一些 日本的基金呢 会其实拉低了 这个品牌的 价值 其实我不会这样子想 因为我个人觉得 如果他给到这个价钱 才是一千多 就一千出头 马币就可以买到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以一个那么悠久 历史品牌来说的话 其实是真的非常值得 而且也有小光 最喜欢的 透背的基金 而且你看他这个 这个base plate 它的基金 都是有做一些 这个打磨的 不是完完全全 就是随随便便 就放上去 这样子 没有 他在这个上链的转盘这边 还有稍微有做了镂空 这边还写着 LACO Watchers Made in Germany 2110 21 Geos Automatic 这样子 而且我手上这一款 千多 有时你看很多 进攻的表 千多价格 都没有用上 这个蓝宝石镜面 Sophia Crystal Glass 我手上这一支 马币是千多 但是他也用上了 这个 你会看到这边写着 很明显 就会 Sophia Crystal Glass 防水是50米 就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支 我想推荐的呢 如果你想就是比较 就是 你有预算 有价格的 就好像你 像小刚刚 这样子说 你不想要一个 Citizen Miota 的基金的话呢 我非常推荐 你看我手上这一款 这一款原价 是4000多 扣了之后是 马币大概在 3000多 我没有错的话 但是这一款呢 完完全全 就非常非常 我可以说三支 非常非常有那个 复古军事风手表的那一种 它的那个DNA 它的血统 你看到它整个壳的造型 比起这一支呢 这个是完全是 我们大家看到就是一般上 银色的就是不锈钢银色的 这一支呢 它也是不锈钢 但是这一支 你会明显看到它的壳是 做了那一种 就是比较 雾面 雾杀处理的 整个壳就是比较 非常有那一种 好像那一种 打仗时期那一种 飞行员 军事风的那一种手表 而且它壳这个 侧边 它旁边这边 还有这个 就是印上了这一支表的 这个 它的这个 serial number 这个训练号在这边 它把它 刻在这个旁边 这一边 这样子 你看到它表尔部分 非常特别 它是从中间这边 直接是延伸出来 就是一个很垂直的 一个表尔 直接是在这个表中间 这边延伸出来 这样子 然后以这个面盘来说 这一支也会非常非常 有那个 比起该那支 会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夜光 如果你真的看的话 它夜光是比较 属于是比较 采用那一种 就是 奶白色的 所以你整支表 你就非常有那一种 复古的颜色 然后你这一支针 你会看到 它是采用这个蓝钢针 这个蓝钢针 是烧出来的 不是颜色 不是纯粹放颜色 这样子而已 然后再配上这个 你会看到 它这个龙头的部分 是采用这一种 非常经典的 这一种 洋葱的头 onion crown 我们所谓的 而且这个是手动 上链 ETA手动上链的机型 不是用米 又大了 所以这一支表 而且你看后面 背盖 是完全有那一种 好像Stowa那一种 非常有那一种 复古军事风 就好像我在强调的 那种飞行员的那一种 那一种感觉 就是我手上这一支 我手上这一支 它是完全没有 拉扣的这个logo的 但如果你去它官网 看的话 它的official website 其实你可以定制一些 就是你可以选 你要有这个logo 还是没有 就是你要有它的这个 它这个原厂的 这个拉扣的这个logo 还是没有logo 你都可以做选择 非常欢迎大家来看一下 Read Army Watchers 这边有20%的这个折扣 我是小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